4月2日,文章罕见在社交平台转发了一条自己的动态。 文章在视频中回忆起当年拍摄海洋天堂时,女子逼着患者的相处乐视,引发了不少网友关注。 但是,让人意外的是,从视频中看,文章的状态似乎不是很好,头发看上去有些稀疏,双叶毫无身材。 不知是不是因为镜头角度的原因,文章的头显得特别大,而身子却有些消瘦,老太见显,看不出文章才36岁的年纪。 而许多网友也纷纷表示,文章身上再也看不到当年的意气风发了。 文章头发秃得让人感觉一下子苍老了许多,从网友的语气中,也不难看出惋惜之情。 对比文章,马依丽的生活和事业,可是精彩得多。 马依丽先是因电视剧《我的前半生》,再次火爆荧幕,收获粉丝无数。 随后,马依丽又凭借电影《找到你一起》拿下电影导演协会年度女演员奖, 还担任了第25届上海电视剧《白云蓝奖》的评委,深属官方认可。 事业蒸蒸日上,生活更是惬意。 3月30日,马依丽还在个人社交平台,晒出自己与楼一销谈及她的照片。 照片中的马依丽神情轻松,面带微笑地看着手机, 甚至放松到把鞋子也脱了,毫无偶像包袱,旁边的楼一销手拿吉他, 两个人好像是在唱歌,看起来气氛温些。 离婚之后,文章和马依丽都有了各自的新生活, 两个人也在无交集,不过如今,文章和马依丽发展境遇大不同, 也不免令人有些唏嘘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